我想應該不用解釋我們要幹嘛了吧 唉 我覺得這麼做根本就是在傷害自己的腦力啊 浪費身心的東西啊 已經過四年了耶 我那一屆是104的 總之我們這次就是要跟風寫這個學測題目啦 但是我們比較偷懶 我們只寫英文考題 絕對只是因為時間不夠而已 不是因為我其他的課已經忘光光了 我不想為自己太難看 啊 講出來了 這五課裡面我唯一有把握的真的只有英文而已了 我是羅卡蘭 我也是羅卡蘭 那你在那個期間是幹嘛 車上惡谷 雖然說後來大學是沒有在教什麼英文了啦 只是還是有接觸一些英文的影片那些的 但是我接觸的就是那個冰傘一角啊 什麼科技方面 這個裡面一大堆啊 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連裡面的提琴排列是怎樣我都不知道了 忘光光 20秒 嗨 然後這所以為什麼我們記50分鐘 就是因為後面的作文題目我們不寫啦 然後某人說英文作文的部分大概就是50分鐘 因為這次的中文幾乎滿難的 反正我是相信了啦 時間快到了 我們就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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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翻不開 浪費時間 不要看我的答案 對不起 還可以啦 我先翻譯了啦 寫得快不是重點啦 要寫得對啦 翻譯啦 最難的文藝選天來了 文藝選天好像是新的東西喔 我錄影有限時20分鐘啦 好麻煩喔 還20分鐘啦 對啊 這個還有幾 還好 還有個屁啦 還有個屁啦 幾分鐘 26 我寫得完 唉唷 聽說我第一部分寫完啦 第一部分是哪裡 就是選擇題的地方啊 我還有三題等我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翻譯題也太難了吧 以前有考得那麼難嗎 放棄放棄 還是你要直接解釋對答案 不要 我要堅持一下 我前面基本上都是放棄的 因為我們放棄不完 到了 喔到了 到了到了 我當年是怎麼活過來的 還要考加四顆東西 不行耶 真的不行 我們算應該有答案吧 交換一下交換一下 交換改 好我先改你的 哈哈 哈哈 我會趕他整個 AA CBA 還好啊 對啊 可是我看到你畫東西了 16 題 CBBA 唉唷 全對耶 沒有 果然是多一八百多的 嚇死了 我們有寫翻譯 可是我們有把 說亂七 你選擇題 72分裡面扣了17分 17分 對 17分 是嗎 16 17分 好先不要下第一論 76 76 不要寫啦 你在改的時候 幫你看一下公司怎麼算 I hate you 我要幫你算是不是 嗯 然後幾句通常是6.3 所以阿澤現在是13幾分 70幾分扣10幾分 我還有13幾分啊 對 那你後面的翻譯沒有算嗎 我沒有算 前面都是扣2嗎 是扣1 5啊 扣5分 那我是整體扣5分嘛 好那我就是76分 我已經過4年了 我們剛剛說50分 是67.3分以上 那我就是 謝謝大家 今天早上在問說 喔我們要怎麼寫啊 有沒有 因為我們不寫作文 然後他就說 我不想聽 他就說 他該作文寫50分以上 呃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好啦 其實本來應該要在這裡結束的 可是這樣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所以 我們來檢討吧 給大家看一下我錯的題型 大概是怎樣啦 第一面就錯三題 至少是還好啦 雖然我真的已經完全忘記 以前寫那些模擬題 我錯的題目情況到底是怎樣的 反正第一面錯的這三題 都是單字題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單字代表什麼吧 喔 我這個是 他這個的意思是 新的老闆很Gentlemen 然後不像其他老闆一樣很怎樣跟Bossy 我看到他前面寫Gentlemen 我就想說哪一個是好的意思 嘖 這個錯的有點不應該啊 因為後面寫Bossy 這個是不好的東西啊 所以當然就是命啊 很兇啊 只是這個Liberal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有點太知道 自由慷慨啊 對啊 所以以我的那個思考模式 我選Liberal應該是對的 因為他就是正向的東西 只是這個是要寫負面的啊 好 我真的要學高中生一樣了 我要把這些不會單字給寄上去 第二題 This TV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children 就是這個電視節目是為兒童所製作的 然後small for those under 5 反正這個空格要寫的應該是 尤其是或者是包含 其實我就是particularly 跟considerably 兩個在選啦 奇怪 那我這個為什麼會選錯 其實我不太知道 considerably是什麼意思啦 只是選particularly 應該是覺得是對的啊 沒關係我們還是要發揮這個 學以致用的精神 相當啦 所以果然選A是比較對的 然後這一題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年輕世代的人 已經對那些工廠工作 或者一些什麼什麼的工作 失去興趣了 所以你就要看這個 house construction 跟fruit picking 它代表是什麼意思 那當然是manual labor jobs啊 manual就是類似那種手工吧 那house construction就是蓋房子啊 fruit picking就是那種種水果 為什麼我會選casual 果然當初寫的時候 真的是不夠專心 這個不用檢討啦 所以是自己白癡而已 啊 片語 這個是我的弱項之一了 這一題我只知道list to 是造成怎樣怎樣的意思 後面這三個完全不知道 應該說brings out 應該是帶來什麼吧 對啊 呈現之類的 可是實際這個證據單 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steams from 起源於喔 因為這題它是描述 Apple Frost Day 就是魚人節嘛 那後面它又描述說 它是可能一些起源的東西之類的 所以如果我知道steams from 這個是什麼意思的話 那當然就是c啦 因為就是起源於 第十八題我是亂猜的 dittery我記得有一種強調的感覺 那additionary應該就是另外一個意思 eventually其實我忘記了耶 這感覺很常用到 終於喔 我選的是precisely 這個單字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確切的 準確的 那後面這句意思就是這個習俗 它擴散到整個歐洲跟整個世界了 哇 這邊錯了四題啊 又來了 這個就是片語了 我選的b turn out 就是變成的意思啦 其他三個 bring alone account for service 完全不知道 bring alone就是帶來的意思喔 那account for 它這邊是寫說說明 或是什麼 佔了多少這樣子 oh service 就是有什麼的效果 它這句想要表達的就是 鳳梨的葉子可以有皮革的效果 所以當然就是service啦 哎呀 這一題我是錯在藉詞吧 這種題目真是最煩了 我有點不太想檢討了 好啦算了啦 看一下看一下 它這個else是其他的意思啊 其他的textile products 感覺也可以通啊 可能是不能用這樣子接吧 我覺得 用other也是其他的意思啊 可能這種句型它只能用other吧 好算了 就這樣子 不想再解釋了 這裡面也是錯字題啊 我在搞什麼 你看又是片語了 build後面要加什麼 所以不能用build with就是了 對啦 我這邊查是沒有build with這種用法 這句然後是build into啦 就是組成了什麼東西 27題 你還好 又是介詞啊 它這句的意思就是 使用者戴上那個眼鏡之後 他們看到的食物是比較大的 然而他們手拿著的食物是正常的大小 所以我寫some這不對啊 那當然就是that啊 整個感覺就是文藝沒有看清楚錯的 好我文藝選年錯了這兩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是糾結了好一陣子 trusted當然就是信任的意思啊 insisted其實我不知道耶 堅持啦 反正這個提醒他就寫說 他爸爸有失智症 那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他媽媽很少要他爸 幫他到市場買東西 但是如果爸爸堅持要去的話 他媽媽就是會 確定他有帶那個購物清單 這一樣也是前後的文藝搞不清楚啦 不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insisted是什麼意思啦 所以其實我知道這邊是堅持 我可能也會寫不出來 那為什麼這邊會錯呢 他這邊也只是他爸爸的四字陣營 帶給他一些優點 像這邊他寫 他可以什麼什麼 對他的一些家庭的 跟一些社群的秘密 對啊這邊secrets 秘密的話 很明顯就是要trusted的吧 所以我這邊也是錯的不應該啦 一定trusted的啊 然後這邊寫上去之後 三句法 這邊就可以寫1了 奇怪了 啊 終於有一面全對了 好啦閱讀測驗的部分 其實我有點不在想檢討 因為他就是一個你看清楚文章應該就ok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跳過了 我們直接跳到英文翻譯的這個地方啦 那這邊寫自2007年英語以來 高鐵成為台灣最便利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之一 我寫說 since the open in 2007 the high-speed rail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convenient fastest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首先我是不知道英語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寫open 好我們現在來查一下英語的英文要怎麼寫喔 operation啦 好 那後面這邊應該是沒有錯啦 我記得交通工具寫transportation 應該也沒有錯啊 對啊 transportation啊 我這邊是對的 欸還不錯欸 我第一個翻譯只有錯一個地方 只是第二題真的是很大的問題了 對於強調職場效率的人而言 高鐵當然是商務旅行的首選 我這邊寫說 for people who cares about carrier efficiency the high-speed rail is of course the first choice of 什麼什麼travel 啊我這邊沒有寫到 首先強調啦 應該也不是什麼care's about 因為我不知道強調的英文是什麼 所以我就寫care's about emphasize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的英文啊 沒有了 好像就真的是emphasize比較可疑 它還有stress跟underline 可是應該emphasize會比較ok 再來職場效率 我寫carrier efficiency efficiency我滿確定是效率的啦 可是carrier應該就不是職場了 好啦滿接近的啦 carrier就是生涯職業跟事業 可是跟職場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不對啊 這是學者題 那我不是直接看學者解答就好了 我前面在那邊一個一個查單子一個一個慢慢想幹嘛 浪費我時間 好藥 好煩喔 我們重新看第一題啦 它這邊正確的答案就是 since the operation in 2007 the high speed roa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the fastest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我這邊忘了叫s了啦 好啦 其他雖然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我這樣寫應該也可以吧 應該啦 然後第二題是 for those who put emphasis on the efficiency at work place 我這邊寫 who emphasize about career efficiency 我覺得這樣應該也可以吧 put emphasis跟emphasize about 可以啦 可是後面就不對了啦 所以職場就是寫work place就好了 不用什麼carrier 下一句 the high speed road is definitely of course of course 你媽啦 雖然literally是沒有錯啦 只是of course這個有點台式英文啦 那我這邊寫first choice沒有錯 商務旅行business 對啊 當初為什麼沒有想到 可是travel的話我覺得 好啦 給對啦給對啦 不管了啦 我不想寫了 這樣子夠有誠意了吧 我本來想說 這次寫這個英文學者題 就只是一個紀錄而已 我只是想藉由分數來讓自己跟大家知道 我在這四年來到底退步的多少 結果媒體就這樣子 各位檢討完了耶 哇好棒喔 總之這部影片就這樣結束了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種紀錄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喜歡跟訂閱吧 然後我是絕對不會寫其他科目的考題的 這不是傲嬌 好啦 這之所以只選英文也是因為 我自己是認為我對於英語的程度是有一些強啦 只是這個強是在很特定的地方 像是什麼 聽力 我英文的聽力還算不錯 然後說的部分應該也還OK 只是那些什麼單字量啦 文法啦 片語那些的 尤其是文法 基本上我寫文法的題目 大部分都是靠著直覺來猜的 就是每一句都給他念念看就對了 看哪一句比較同順就選哪個 那我的單字量大家剛剛應該也知道 就是有點不太足的 所以那些說我英文很強的 對 真的只有部分而已 其實總體來講我是不夠強的 好啦就這樣啦 我要休息了 感謝今天的腦力已經用得夠多了 掰掰